自从狼羊两族实现和平后 草原也变得更加和平 期间还展开了篮球运动会 就连灰太狼也因为妻子意外 报名了狼族篮球队 在经过一系列刚难度训练后 灰太狼终于成为了狼族的候补队员 他的首秀更是惊呆了小羊们 在这场比赛开始时 小羊们也来观战了 毕竟他们想要夺冠 就必须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而狼队也会是他们可能遇到的对手 狼队的实力非常强 队长求胜狼更是天花板的存在 他在各方面的技能都达到了最高水平 如此强大的对手 小羊们又怎么会不忌惮呢 更何况在求胜狼的身上 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从比赛开始时 狼队就给观众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并且每一位都是十分出色的存在 得分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求胜狼的表现也是观众最关注的 求胜狼的表现非常秀 动作也很帅气 让人看得完全一不开眼 每一个投篮都让现场观众尖叫不断 作为候补队员的灰太狼看得非常心仰 为了让灰太狼有登场的机会 也为了能让他有发挥的机会 求胜狼主动下场 让灰太狼代替自己比赛 这次比赛也是灰太狼的首秀 让人意外的是 灰太狼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好 虽然和狼队队员比起来不算出色 但段时间内能有这么大的进步 喜洋洋他们也被震惊到了 灰太狼不负众望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至于主动下场的求胜狼 他并没有看比赛 反而是跑到走廊去找烈羊羊 在听到他们的对话时 粉丝们都被震惊了 求胜狼和烈羊羊竟然是师徒 可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 但从他们的神态来看 烈羊羊已经放下看开了 求胜狼反而是将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 一直如同一根刺一般 扎在了他的心里 好了 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请电歌爱心支持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肥宅 下期节目更精彩